你现在看到的是1917年 北京的真实影响 因为视频里的画面与书上记载 出入极大 一经播出就引发万人讨论 彼时 画家大地还笼罩在清朝的统治下 远远望去 只见街道上 有星星点点的路人 临次置笔的房屋 在寒冷中写的各位沉寂 沿街的商业区 矗立着一座座 西式建筑 这是洋务运动 在中国开展的铁证 也是清朝上流 喝洋酒 吃西餐的温柔香 只不过 在传统城墙的映尘下 显得光怪陆离 护城墙的一侧 是一条宽阔的街道 几辆马车 悠闲地跑着 镜头一转 百米之外正是繁华的商业街 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正中央 三位长山老者 正在与英国商人 交谈着丝绸贸易 他们的脸上 不卑不亢 带着重担不景的大国气度 交易完成后 外国商人乘坐 最新式的轿车离开 而不远处 则是一派生意兴蒙的光景 黄包车 匆匆穿过人群 店铺门口 摆着小摊 时不时有顾客上门 远处的建楼下 还围着一群 看告示的吃瓜群众 嘴里讨论着 哪个大官又要砍头了 临近中午 清华园外 也变得 愈发热闹 下课铃声一响 教授们抱着书 缓步走出学堂 身边的学生们 摩肩擦肿 浑身洋溢着青春和冲动 彼时 校外也迎来了一天中的大拥堵 只见三五个士兵 穿着西式军服 背着羊枪 踢着正步 行走在马路上 他们的素质 与我们脑海中 腐败的清朝军队 简直盼若两人 画面一转 八个教夫 抬着一顶雍龙华贵的轿子 从远处走来 身边还跟着带刀护卫 在天子脚下 能有如此排场的 里面坐着的不是一品大员 就是王公鬼妻 轿子穿过时 两边的百姓 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 这大概就是古人沉迷于 考取公民的原因 对面的祥和顺门口 五头骆驼 悠闲地躲着步 背上的行囊中 装着的正式西域香料 从两排 树立的电线杆可以看到 此时的北京 已经进入了电气时代 变灯 变化 早已不再是稀罕物 这是1917年 京城大官贵人丧礼的真实画面 只见 四名彩衣男子长着帆 在前头引路 下一秒 大队人马感到 身穿丧服的教夫 排着黑色轿子 一颤一颤地走着 后面 跟着一辆马车 上面装着一具黑漆棺木 紧接着 还有一个四人 排着的空椅子 浩浩荡荡地送葬队伍 引得路人 争相围观 空中 漂浮的纸钱 让本就寒冷的天气 又平平了一层沉重 最后出场的 是一顶硕大的花轿 光是教夫 就左右16个 外层照着锦绣的段子 最上面 还有四个脚 金雕洛克 其排场 甚至不亚于当年慈禧出殡 只可惜 年代过于久远 里面躺着的 到底是谁 已经无从得知 接下来 让我们将目光 聚集到街头脉椅的 雄苦人身上 这也是 当时广大底层百姓的现状 只见三个姐姐 正在表演才艺 手中的鼓锤 仿佛长了翅膀似的 上下翻飞 中间的弟弟 腰间别着一个螺 按照当时的规矩 表演结束后 会敲响铜锣 然后请求观众打赏 这大概是今天 网红直播的鼻祖 隔壁的摊位上 正在表演 传统功夫 柔术 直见女孩 轻易地举起双脚 犹如月牙斑 紧紧贴在地面上 下一秒 双手称地 又是一招 海底捞月 看得观众们目不转睛 然后又是原地后 恐翻三周半 这身段 这技术真是炉火纯青 可惜早生了一百多年 否则 放在今天 早就各种大奖 拿到手软了 旁边的小哥 更是不成多让 在众人面前 耍起了祖传的双刀 糊糊生风 快如闪电 甚至连残影都打出来了 只可惜出身底层 若有着正白级血统 说不定也能执掌进军 成为皇帝的左右护法 你现在看到的是1917年 经常的真实影像 一大早 人们就大包小包来赶市集 挑淡的 赶马车的 魔镜擦肿 阳光照在远处的青瓦上 一股淡淡的年味 油染而生 诗指寒冬腊月 行人裹得严严实实 时不时打量着眼前的摄影机 露出惊奇的表情 眼界的纸扎铺门口 堆着各种样式的灯笼 还有些鸟笼 挂在屋檐下 等着顽固子弟们 前来挑选 雾气中 远处的楼阁犹如 移动的山水化 让人不惊 心旷深移 中午时分 卖洋片的出来了 只见老板 拨弄着面前的小谷 招来观众 几个富贵打扮的妇人 正拍队 准备欣赏里面的西洋景 其中 还有一位千金小姐 容貌俊俏 气度不凡 被丫鬟一把搂住 抱到了椅子上 渐渐地 男男女女聚拢过来 抬起头 对着相片里的稀罕物 瞧得目不转睛 这在当时 是一股潮流 类似于今天 我们去电影院 欣赏漫威电影 完累了 就到街边的散装发廊 剃个头 做个按摩 虽然只有一个瓷盆 却丝毫不影响 老师傅的手艺 滚烫的热水 把头发浸湿 在这严寒的冬天 季节痒又舒服 然后 掏出剃刀 将脑袋顶多余的 头发刮掉 最后 清理下脑袋后面 就完成了 虽然时隔一百多年 但与今天的理发步骤 不能说相似 简直是一模一样 距离剃头挑子不远处 还有一个临时的缝衣滩 直接一家三口 分工明确 媳妇负负责之 老公专业缝 孩子在一旁打下手 隔壁还有个修鞋的 这回 正抱着鞋底 在穿针引线 南海皱着眉头 注视着面前的摄像机 他做梦都想不到 这一刻 会凝固成光影 被今天的后人看到 临近中午 太阳出来了 暖暖的阳光 照在众人的脸上 大伙一边聊着天 一边忙着手里的活 面前的筐里 装满了心智的布料 这是妇女们 填补家用的惯用手段 也许是 忙得一上午累了 一女子不顾形象 端起碗 就当街吃了起来 除了黑了点 他身材匀沉 大眼小嘴放在今天 绝对是女生级别的 在其身边 还有一对顽童在嬉戏 小女孩模仿着 大人的模样 在给同半边头发 时不时 望一眼走过的路人 这可爱的样子 真的讨喜 远处的木桶内 一个婴儿 探出半截身子 脑袋上 戴着俏皮的帽子 虎头虎脑的 此刻的他 正沐浴在阳光下 不必为生机忙碌 一切都是那般的岁月经好